那个人影猛然一跃,跳出丹田之中,化作一尊巨大的血色虚影,立于天地之中。 只见他抬手一挥,挡住了从天而降的青龙。 砰! 一道恐怖的骑狼向四周飞丧而去,千米之内的数目全部被拦腰斩断了。 化作无尽积粉,方圆之内只剩下无数的半截树根。 青龙怒吼一声,发出一身忧长的龙吟。 血色虚影变得越发凝裂,他脚下大地崩然碎裂,化云飞直接落了下去。 见青龙势不可等,血色人影长叹一声化作一道血色粘稠,将化云飞包裹起来。 砰! 青龙没有了任何阻碍,轰然一声直接撞在化云飞的身上。 无数碎石从地洞之中飞出,化云飞的身体不断朝地底落下,不知下降了多长时间。 许久之后,洞中轰然不停地爆响声才缓缓地停了下来。 消沉全身的血脉怦然炸裂,无数黑色血液向着四周喷洒而出。 同时,脸上露出极度痛苦的表情,触通一声,跪倒在了地上。 他深深的血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着,就像他第一次觉醒武魂那般。 很显然,青龙武魂的消耗过大,而他的体内又没有多余的元气。 武魂之术的青龙出于本性不停吸收着骨肉之中的灵气。 扮上之后,萧尘原本壮硕的身体瘦得只剩皮包骨,眼窝深陷,皮肤干瘤。 不过意外的是,青龙武魂在吸收他血肉的时候,也将他体内的全部毒素,一起吸收干净了。 远方的天空之上,一只冰晶凤凰一刀剑影飞速降落下来。 端木琴和楚朝云稳稳地站到了地上。 两人看着周围,无数林立的半截树根和地面之上纵横四起的沟壑,心中都暗暗惊讶不已。 楚朝云缓缓地走到那个巨洞跟前,看着巨坑底部躺着的华云飞,双眼之中闪过了一丝沙矣,背后的一柄长剑不停地嗡鸣。 端木琴面无表情地说。 你想杀了他吗? 楚朝云风轻云淡地笑了笑。 如果有机会,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可惜他因祸得福,觉醒了变异五魂的本源。 我要杀他,恐怕杀器刚刚出现,就会立刻将他惊醒。 今天之后,他必将更加恐怖。 端木琴文言缓缓缓地走过来,眼中同样写满了惊讶。 传承武魂的本源本就难以觉醒,变异了的传承武魂,更加难以觉醒。 今后东明之内,年轻一辈恐怕没认识他对手了。 楚朝云文言淡淡一笑。 他将目光转向躺在地上,如一句干尸一般的消沉说。 偌大的东明,肯定有不少隐世未出的天才俊杰。 你不要将眼光只放在三大势力之中,眼前说不定就有一人可以做他的对手。 端木琴绝美的容颜之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可惜。 此人也算是大有机缘,不知从何获得了天阶武技,只可惜自不量力,化阶施展。 而且,这还不是他第一次施展天阶武技,他若是再施展一次,恐怕就要当场身亡了。 没有天阶武技,他拿什么与化云飞争秀,成就只是一名上品舞者。 楚朝云没有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他开口说。 他身上的上古人族大能一记草图,你准备怎么处理? 怎么,还要算化云飞一份吗? 就在端木琴准备回答的时候,萧尘胸前的浑血浴中射出一道璀璨的血光,小白终于冲出了萧尘设想的屏障。 他看着眼前如干湿一般的萧尘,发出一声凄凉的哀嚼,双眼之中纯净的目光陡然间变得一片血红。 一尊庞大的六尾灵狐出现在两人的眼前, 滔天的气势从他的身上传来,背后六根巨尾直冲天际,毛发直竖显得骇人至极。 不好,这小家伙狂暴了,赶紧走。 两人心中已经赶紧各使手段向着天空中远顿而去了。 小白张开嘴,周围的灵气疯狂向他口中涌动,九转天旋便不停地运转,无尽的元气被压缩形成一个巨大的光球。 光球不停旋转,璀璨而夺目,周围升起一股股进风。 煞时间是落叶纷飞碎石滔天,尘土飞扬,声威浩荡。 这光球在空中一闪,划过了一道闪电一般的弧线,远顿的二人瞬间就被击中,各自吐出一口鲜血,朝着地面重重落了下来。 小白回头看着地上的萧尘,血红到双眼之中生起了一道雾气。 他将萧尘含到自己的背上,朝着远方快速奔去了。 幻阵之中,庄河岸边的一处空地之上,如干尸一般的萧尘躺在地上,不知生死。 而小白的身躯已经恢复到平常的模样,狂暴之后他极其虚弱,精神全无。 可他看着眼前萧尘的模样却没有立刻休息,而是赶紧跑了出去。 两个时辰之后,他浑身是血地重新跑回来, 双爪之中捧着一株流光四溢的药果。 如果萧尘没有昏迷的话,此物他一定认得。 小白手中的药果名为红心幼,是炼制极品疗生丹药回云丹最主要的一味药材。 红心幼生在蛮荒森林深处,所在之处必有强大的灵兽受尾。 小白拖着虚弱的身体跑去摘药,也不知道到底受了多大的伤害。 小白找到萧尘平时喝水的此碗,将红心幼直接拍碎,化成了一堆沁人心肺的药液。 小白捧着碗,直接将药液泪进萧尘的嘴里,最后留一丝倒在萧尘胸口的剑伤之上。 做完这一切之后,小白紧张的心情才稍微松弛下来。 他已经疲惫不堪的身体,立刻化作一道白光,飞入浑血浴质中去了。 红心幼的药力缓缓沉入萧尘体内,这种直接服用的方法,对一般的舞者来说是极为忌讳的。 因为原始的药果,其中所蕴含的药力一般都非常霸道,如果直接服用的话,稍有不慎就会气血翻涌暴体而亡。 一般的炼药师都会将这一株红心幼炼制成十枚或者是数十枚回原丹,将药力分散开来,这样才能适合修为较低的舞者服用。 可消沉此刻的情况却较为特殊,他现在的身体就像是一处百废代行的建筑一般,体内气血极其稀少,哪怕再来一株红心幼,也是可以直接服下的。 白水城之内,先后有人看到江家大长老,端木晴,华云飞以及楚朝云,有些狼狈地从盲荒森林内走出来。 尤其是华云飞,他脸色苍白气血虚弱,明显是受到极其严重的内伤。 这一刻啊,白水城中,煞时间炸开了锅了,那消沉居然一下子让这么多的人煞雨而归,他究竟是何方身上? 在东明之中,三大圣地的传承者居然全都被他给打伤了。 尤其是这华云飞啊,华云飞今年不过十七岁,天生觉醒一五魂,在出道之后,在同辈之中就没有败过。 甚至一些老一辈的人物对上他,都会忌惮三分。 血河过处不留活口,东明之中谈起华云飞,每个人都会想起这一句话。 甚至隐隐间,已经有了东明年轻一代第一高手的称号。 而东明的很多大人物,都认为他将是继雷帝之后,大秦国千年以来,最有可能成为五帝的天之骄子。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一个小小的白水城里,华云飞居然被一个上品舞者给打伤了。 这传出去,实在让人不敢相信呢。 一时间,关于萧辰的传闻,不断被人提起。 有人说他是某个隐氏家族的世子,也有人说他是某个宗门的关门弟子。 更有离谱的人,说他是从大晋皇朝过来的舞者。 白水城,江家大厅之中。 江明勋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江明勋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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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听到此话气到了极点 脸上表情一片铁青 你 你还有理了 曹徒差点就被他们拿到 你是不是 还要我夸奖你几句啊 江云泽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他赶紧低头 家主 我知道了 我这就赶过去 不把那小子亲手抓住 我就不回来 江明勋阴瑟瑟的脸上冷笑 如果实在抓不到 就将他当场击毙 要是这草图真的到了三大势力的人手中 你这个大长老 也不用等了 听闻此话 江云泽的后背留下了一道冷汗 起声告退之后 江萧陈在心底骂了几十遍 骂他 要是让我逮到你 老子非让你生不住死 江云泽在走后不久 一个江家子弟急冲冲地走进来 对着江明勋说 禀告家主 家族设在城东的据点 已有人献上一幅 一记草图 领走了千两黄金 江明勋天后心中是一喜 难道有其他的舞者将那小子给干掉了 快 拿过来给我瞧瞧 那名江家子弟还未将手中的草图递给江明勋 大厅之中再次走来一名急中充的江家子弟 他高声说 禀告家主 家族设在城西的一处据点 有人献上的一幅一记草图 领走千两黄金 此刻江明勋的心中生出了一丝疑惑 不对啊 怎么会有两幅草图呢 难道 有一幅是假的 禀报家主 家族设在城北的一处据点 有人献上的一幅一记草图 领走千两黄金 禀报家主 就在江明勋疑惑的时候 接连又有数人感到 都说收到一记草图加上先前的两人 一共收到了十份 花去了万两的黄金 这万两黄金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将近一年的总收入也不过百万两黄金罢了 一下去了百分之一 换作是谁都会心疼 江明勋按住心中的怒火 将十份草图拿在手中看了一遍 发现果然全是假的 而且这十份草图几乎都是一模一样 很显然出自同一人之手 江明勋心中冷笑 这已经一百多年了 在白水城中从来没有人敢如此调血江家 这悬赏就是他自己发布的 他当然知道这其中有空子可以钻 看他没想到的是 真的有人敢钻这个空子 江明勋心中 百年以来白水城中 江界一家独打 就是凭的这份底气 他才敢发出这份悬赏公告 但他没想到的是 居然 真的有人敢钻这个空子 江明勋冷好一声 三日之内 给我查清是谁在高贵 我要灭他满门 真当我江界是软柿子吗 旁边一个人领命而去 这时 旁边的一名舞者小声说 家主 这草图之中 似乎还藏了两个字 江明勋闻言神色一吝 随手拿起一张草图 仔细地看了起来 那草图之中绘画的山水路线之中 隐隐形成的间隔 的确是汉字的一撇一捺 办上之后 江明勋一字一字地喃喃念叨 这 好像是 傻缺 江明勋的右手紧紧握在一起 猛的一拳砸在放着草图的桌上 木桌轰然一声 立刻被轰成无数的碎片 底下跪着的石人 也是被吓得瑟瑟发抖 他们从没见过江明勋发这么大的火 即便是刚刚的大长老进来 江明勋的表情也没有如此吓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